这个老师从来不让学生们学习 可他却每次都能让学生们考满分 但就这样如此优秀的老师 校长却要开除他 因为就在昨天 有两个女学生突然找到他 说什么都要给他洗车 见两个女孩如此热情 老白也只好答应 可他不知道 这两个女孩并不是真要给他洗车 而是另有企图 然而就在老白回到房间后 突然他听到一声汽车发动的声音 刚想出门查看 结果 其中一个女孩就满身湿透地挡在了他面前 没多久 只见苏珊生气地从老白家走了出来 回到家后 苏珊哭着告诉母亲自己被老白侵犯了 母亲听后整个人都气炸了 于是母亲赶紧来到警局报案 警察让苏珊描述整件事情的经过 可苏珊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警察看出苏珊是在撒谎 也许老白根本就没有侵犯他 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迫于苏珊家有钱有势 警察只能假装到学校调查老白 然而当校长得知后 他立马就找到老白并将他开除 老白听后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会侵犯自己的学生 这明显是苏珊在陷害他 校长无奈地表示 不管你有没有侵犯苏珊 我都要把你开除 谁让苏珊家是学校的开发商 不把你开除 我没办法向苏珊母亲交代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老白找到了一名律师 当律师得知他的遭遇后 二话不说 当即决定要免费帮助他 然而就在当晚老白却发生了意外 此时老白正开着车准备回家 这时他突然发现有辆车在跟踪自己 老白本打算停下车询问 就扎进了河里 还好老白命大没有被淹死 老白知道这肯定是苏珊家干的 不过这还不是更糟糕的 更糟糕的是 又有一个女孩找到警察举报老白 女孩名叫珍妮 她声称自己也曾经被老白侵犯过 而且不止一次 说着说着珍妮便伤心地哭了起来 虽然珍妮没有证据证明 但警方看到珍妮的样子 并不像是在说谎 就这样 在珍妮的控诉下 第二天老白就被送上了法庭 而苏珊作为受害人也来到了法庭上 只见苏珊再次哭着说出了自己被老白侵犯的过程 而珍妮也讲述得头头是头 这时老白的律师站了出来 律师表示 经过她的调查发现 珍妮说老白在7月1号侵犯了她 可一周后珍妮因打架被抓进了警局 结果珍妮的保释电话却打给了老白 这么重要的电话 谁会打给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呢 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所以珍妮的证词都是假的 律师威胁珍妮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陷害老白 如果你再不承认 我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 珍妮听到这话瞬间慌了 她只好说出真相 原来老白根本就没有侵犯她 这一切都是苏珊教她这么做的 并且老白也没有侵犯苏珊 苏珊之所以要这样做 目的就是想毁掉老白 苏珊件事情败露当场暴怒 现在轮到老白将苏珊盗上法庭了 为了不让老白起诉自己的女儿 于是苏珊的母亲找到老白协商 老白倒也痛快 不起诉苏珊可以 只要给钱就行 母亲没想到 女儿竟然对自己说谎 她决定给女儿一个教训 于是她把祖父留给女儿的 一千多万遗产 全部赔给了老白 当苏珊得知后 她立即找到老白 接着就是对老白一顿臭骂 原本这笔钱 是给苏珊改善生活的 这下可倒好 母亲把遗产全部赔给了老白 现在苏珊杀死老白的心都有了 晚上老白带着巨款回到家 这时她突然发现地板上有一串脚印 她警惕地顺着脚印看去 只见苏珊兴奋地扑向老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人计划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提前拿到祖父的遗产 当然珍妮也是其中一员 此时三人正幻想着有钱人的生活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另一边 警察罗德已经发现了三人的阴谋 可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 罗德根本无法将三人带来 没有证据那就搜集证据 于是罗德找到珍妮直接摊牌 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三人的阴谋 并且还故意将老白的消费记录拿给珍妮 罗德告诉珍妮 老白背着你购买了私人豪宅 这显然是不想把钱分给你 珍妮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还是起了疑心 于是等罗德走后 珍妮赶紧给老白打去电话 可电话那头始终没人接听 这下珍妮心里彻底慌了 担心老白跑路 珍妮赶紧开车去找老白 可她不知道 此时自己已经中了罗德的圈套 见珍妮离开家 罗德立即开车跟上 很快珍妮就找到苏珊 并将此事说了出来 而这时恰巧老白也给苏珊打来电话 当得知罗德找过珍妮后 老白非常生气 珍妮怎么能相信罗德说的话呢 明显罗德是在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老白告诉两人 千万不能中了罗德的圈套 不然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 老白答应两人 等他处理好自己的私事 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享受富人的生活了 听到这话两人这才放心 可苏珊和珍妮不知道 这一切 全被躲在一旁的罗德用相机拍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罗德就将视频拿给了局长 他想证明老白和苏珊是一伙的 可结果局长看到视频后当场暴怒 局长表示 这个视频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反而苏珊可以利用视频告你私闯民宅 罗德认为这两个女孩很有可能是老白的傀儡 如果再不逮捕老白 苏珊和珍妮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可无论罗德怎么解释 局长就是不相信 结果当晚 罗德担心的事就发生了 此时苏珊正和珍妮在海边喝酒 然而喝到一半时 老白却突然出现 只见他一把抱住珍妮 接着便示意苏珊去拿袋子 没想到 老白竟直接抡起酒瓶砸死了珍妮 珍妮死了 那么老白和苏珊就能平分珍妮的那笔钱 随后两人将尸体装进后备箱 经过一番商量 最终两人决定将珍妮埋进沼泽 因为沼泽的气味正好可以掩盖尸体腐烂的恶臭味 两人本以为没人会知道 可没几天 罗德就接到了珍妮男友的报案 男友称这几天他一直联系不上珍妮 他去找过苏珊询问 可苏珊也不知道珍妮的下落 但男友知道 珍妮失踪的当晚一直在沙滩上和苏珊喝酒 很快罗德就在海边的船上发现了血迹和几颗牙齿 法医经过比对 可以确定血迹和牙齿就是珍妮的 这下罗德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明显老白是想要独吞那笔遗产 珍妮死了 那下一个就是苏珊了 为了保护苏珊的安全 于是罗德赶紧来到苏珊家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罗德见到苏珊后 竟然把苏珊给杀了 罗德赶紧来到苏珊家